我认为它很好 但我... 你知道 我感到这种想法 禁锁啤酒 加拿大演员刘思慕 登上实际节目 让观众惊讶 突然表情严肃 直接对加拿大奶茶公司负责人 带来的新产品 《罐装珍奶》 表现出不符 我正在学习你的瓶 我正在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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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毫不留情说厂商没写明 台湾才是商品内部珍珠的发源地 还点出业者强调 自家产品比原始珍奶还健康 对原创者尊重度不足 我认为我们在搜索很重要的讨论 在那些讨论 我曾经经历了一大波 的支持和支持 从每个社会 我认为 那是真是超级的 我非常感谢 事件燃烧到加拿大奶茶公司 出面道歉 表示无意 对创造和推广珍奶的地方 造成伤害或不尊重 没有效传达配方 是因为英文是第二语言 至于标语中更健康的选择 指的是他们去除了人工色素 调味剂跟防腐剂 用词被误导了 更强调 产品其实是和台湾伙伴合作研发 而台湾首要营产业链 最具影响力的商协会 则坦白 台湾珍奶正在把新契机 努力摇出来 目前全台湾的珍珠粉圆出口总量 低近30亿台币 而根据统计在2027年的时候 全球的市场总量 会高达43亿美金 但现在台湾品牌要比较注意的是 中国大陆低价品牌的强势崛起 如何做出差异化以及产业升级 来站稳全球市场 从早年台中春水堂 跟台南汉林茶馆 争执谁才是奶茶发明者 闹上法院 最终法官判定无从认定 到现在台湾珍奶 跟外国合作都爆出争议 1980年代就问世的台湾珍奶 无疑是强势热销品 八大新闻女士林博士综合报导 强势热销人人都爱提到了 珍奶源自于台湾 但是我们也有责任 让它继续优化 才能够站稳国际市场 于是接下来的报导 我们带您来看看 业者所做的努力 事实上现在不只是 一家的食品公司 很多公司呢 他们开始辅导外国人 制作 贩售台湾的珍奶 从内部制作端 一直到对外的行销贩售呢 吸引了大量外国民众 远道而来 走向这一条龙的服务 也希望让台湾的珍奶呢 如今能够在拥有 千亿元市场规模之余 更加发扬广大 木薯粉 黑糖 还有足够水分 三大原料先拌匀 还不够 成型机还要继续 让珍珠超圆 才是最可爱讨喜的珍珠 等滚来滚去台湾珍珠 总是引领着国际话题 但许多国人不知情 其实现在甚至很多外国人 都会来台湾学做珍奶 带回自己国家卖 海地那边的口味是偏脂肪量高 然后会希望它的香气再多层次 教来自海地学员做珍奶 这里是上桶食品公司 老师说不同国家对珍奶 有不同风味喜好 不过大家很一致 都对原创珍奶的台湾很有兴趣 欧克兰其实现在有珍珠奶茶 但是那部分不是台湾来的 然后我知道台湾是最棒的珍珠奶茶 所以我真希望我的欧克兰的朋友 可以试试看 多达40多个国家人民 都会来这里学习 一年有近500组学生 花近万元学珍奶知识 企业还会同步交其他手摇引 来扩大商业发展 重生产珍奶原物料 就开始转 就是从我们原物料端 到我们的制造加工的部分 到我们的实体的店铺 的零售等生 那甚至到现在 甚至在疫情后 可能比较多是偏我们叫零售包 体验包 我们会重生牵衣市场 他们在宜蘭还有自家珍奶文化馆 而现在全台 其实有十多家业者 都在做这类珍奶一条龙服务 像这位则是 承恩食品公司的珍奶老师 原本是名咖啡厅店长 教学内容基本上我们会着重在 手摇引的菜单的部分 两天的课程 它就可以把 它将来要开定的这个菜单 把它做好 那如果是三天的课程 针对的就是 除了你把一个饮料菜单做好之外 你还要有一个整个行销的方案 你要怎么样去pomot你的商品 谁叫台湾珍奶稀利大 从人力到其他富佳价值 产业链早已不像从前 成就话题不断的台湾珍奶文化 八大新闻您许林博志 新北桑报导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喔